但話說回來 你說現在在黑韓國瑜 是不是應該要從他的左右手 也要跟著黑 因為最近大家就看到 好像看到佳芬姐說話了 潘恆旭也很嗆 這兩個人當然都是 韓國瑜身邊重要的人 但是現在你就看 包括李佳芬被攻擊 潘恆旭被攻擊 我們先來講李佳芬 佳芬姐 佳芬姐的這一張照片 馬上就被拿出來酸了 你看 怎麼會這樣實質緊扣 然後就一個小時之內 好像快速的推爆在網路上面 快速的在八卦版上面流傳著 這個八卦版這個 還真的很有心 同一個網友 他是在幾十分鐘前 他先說大家能接受 自己的老婆跟男生朋友牽手嗎 結果就有一些人開始討論 以為這是很正常的討論 再過十幾分鐘之後 就一張照片說 你看李佳芬出席活動 居然跟男生朋友實質緊扣 其實原來韓國瑜真的猜錯 他說要抹他吸毒 其實是抹綠 說這個你看韓國瑜 你現在你的老婆 跟別人十字緊扣 你還在那邊肇事 我看他現在真的是無所不黑 所以他是先有預告 預告然後再把照片丟出來 大家先討論 討論出來 再把照片丟出來 這整個轟動 就很多的轉載 包括了一些黑韓的特定的社團 利用社群不斷的轉載 在網路上這兩天 討論得非常熱烈 但事實上 這樣的一張照片 到底有代表什麼呢 事實上那天的活動 主要是李佳芬他希望 永康商圈在台北 永康商圈的李慶龍理事長 能夠提供他的經驗 因為永康商圈經營得非常好 所以希望能夠 讓高雄的商圈也發展得更好 但是沒有想到 當時這樣的一個照片被拍到 有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其實那時候還有直播 結果就被拿出來大做文章 好 來 到底又是怎麼回事 我們來請 韓彬 你現在跟我們來還原一下 大有問題嗎 你看他們講成這樣 我昨天就坐在這邊看著直播了 然後直播的時候 那時候我也有注意到 就是這個理事長跟嘉芬姐 那時候手牽手 當時我們不曉得他的理事長 所以我們在看的時候 我們還說他是他好朋友嗎 為什麼兩個手牽得那麼緊 關係很好是不是 後來因為我們只是不知道 這個人是誰而已 可是實際上 我看這個畫面 我就知道為什麼他牽那麼緊 因為現場的人其實很多 然後一堆記者 又搶著想要訪問他 因為很緊 然後他們又趕著 要去那個會場裡頭 所以我就看到這個理事長 一直拉著這個嘉芬姐 然後所以因為旁邊人真的很多 所以他一路拉著他 就這樣走走走過去 兩個老朋友這樣拉 有什麼不對 他其實是在保護他 然後讓他能夠 迅速離開人群的 這樣的一個意思 我就不懂 就是他都敢光明正大 當了這麼多人的面 當了媒體面拉給你看 你覺得他們有在機會什麼 對 就是沒有問題 心中坦蕩才不怕你看 所以你們到底在想什麼 我來想還是怎樣 現在我們的社會已經嚴謹到 只要結了婚了 連跟人家碰個手指都不行 是這樣的意思嗎 是一踢什麼 一踢勾翁是不是 這樣只要碰到手指 就會怎樣了 一踢勾翁 所以這怎麼會 我昨天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因為昨天下午就開始在傳了 然後我看到的時候 我真的很訝異 這些人是怎樣吃飽了飯 沒事幹還怎麼樣 你牽個手又如何 我自己坦承 我常常 老實講當著我女朋友的面 或是怎麼樣 我就跟其他 有的時候女性朋友 我們就這樣抱在一起來 或怎麼樣 這沒有什麼 因為就是好朋友 這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情 你說我都敢給你拍照 我會在乎這些東西嗎 同樣的 嘉芬姐她在大庭廣眾之下這樣做 你們就開始去想 我覺得最好笑的就是有人說 你看 寒島難道要改名叫綠島嗎 我覺得真的很好笑 所以我必須說 現在他們是真的黑到 沒東西黑了 你有沒有注意到 從上禮拜到現在 他們在黑什麼 都在黑一些滋味莫節的東西 然後也很無聊 完全是自己腦補的 出來的一些東西 然後就這樣子可以講個漏漏 然後一大堆1450在那邊 大家吃起彼賀 你們不覺得這樣子很無聊嗎 到最後只會顯示什麼 顯示第一個你沒招了 你沒招了你才會去弄這種爛招 你說真的有招的話 你會打這種無聊的事情嗎 你有本事你就把這個 理事長肉搜出來 然後肉搜出他跟嘉芬姐 過去過往過重生命 或怎麼樣什麼東西 有種你就會把這個東西弄出來 也沒有 他們兩個就很久以前就認識了 然後就一直這樣 可是嘉芬姐今天最新他有回憶 他說其實他是認識旁邊的人 他不是認識他 大家本來以為說 他們是不是老鄰居 結果後來嘉芬姐又說 不是 是旁邊的那一位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根本就沒有什麼了不得的 尤其是他們兩個年紀 其實還差了一段 因為這個理事長好像70多歲了 70多歲 嘉芬姐也有講 所以我覺得還是這次 對理事長有一種讚美 其實真的保養得看起來滿好 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覺得這種公開場合 大家這樣做的事情 你都可以去抨擊 所以前一陣子有人做了一系列的圖 不是陳宏昌講說韓國瑜暴女人嗎 結果旁邊就是嘉芬姐 亞芬就是韓冰 然後還有一個 甚至一個未成年的小女生 那個韓國瑜 那我去探訪的時候 就把這個小女生暴住 你看你未成年的都暴 所以你一定要酸到這種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變成 讓你自己在秀你的下限 再告訴我們你真的沒有東西 其實你知道嗎 現在網路上在盛傳什麼 盛傳兩個 一個就是要到11月的時候 他們才會把真正的料爆出來 才會把真正進爆的東西 這樣直接拿出來 把他整個 把韓國瑜一刀斃命 然後又再傳說什麼 國民黨內還有很多人在等2.0 換出2.0 因為現在有好幾個縣市長 還有其他一些人 做了一些奇怪的動作 然後讓大家這樣覺得 我真的必須講 如果你真的有這種期待 假設尤其是國民黨內的人 如果真的有這種期待 我是覺得如果你們真的準備要換住2.0的話 不如乾脆國民黨 直接考慮提名蔡英文當總統 我覺得比較快 因為國民黨換了之後 就保證不會上班 2016年就陰間不圓了 對 你就直接提名蔡英文 當你的同黨同志好了 我覺得這樣還比較快 搞不好你們也有一個總統候選人 搞這種東西幹什麼 所以我必須說 這些1450 其實我現在很樂意 他們去打這些東西 你最好盡量把這些 543的照片拿出來 然後盡量去做這些東西 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的 reputation會越來越低 你的 credit會越來越低 到最後就會沒有人理你們 如果你要把自己好不容易 經營起來的帳戶 這樣就破壞掉的話 我說真的 我是因為為了你們的家計著想 所以最好不要這樣做 1450不容易 我知道現在賺錢很辛苦 聲望更低 信用又破產的話 那真的是 好 剛剛我們在講 到底他們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會所謂的實質緊扣 還要這樣子牽手 結果其實我看到了 李佳芬 佳芬姐 還有這一位李市長 他們各自的回應之後 我才恍然大悟 原來李佳芬以為李市長 很緊張 李市長以為李佳芬很緊張 所以就出現了 這樣的一個畫面了 什麼回事 我們等一下解釋給你聽 馬上回來 好 大家可能會真的滿好奇 就是說 到底怎麼會出現 這樣子一個實質緊扣的場面 是不是因為他們兩個人關係很好 本來早就認識 很熟 然後所以也就覺得沒什麼 當然今天這個記者 當然都會很好奇 趕快去追問佳芬姐 也趕快去追問 商圈李市長李慶龍 可是當然在第一時間 佳芬姐就覺得莫名其妙 她還說人家李市長 是70幾歲的人了 現在真的是無所不黑 而且還說韓國瑜的反應 聽到的時候第一反應是什麼 是翻白眼 然後還問真的要被黑到 天荒地老嗎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韓國瑜真的也覺得 是沒什麼 可是為什麼會 他們覺得沒什麼 可是好像很多的觀眾 或者是網友 好像在留言的時候 都又覺得是有什麼 覺得很奇怪 好 但是後來 我們就仔細看了一下 說原來佳芬姐 她當時會跟這個人牽手 是因為這個李市長 他以為佳芬姐是很緊張 很緊張是因為 那個時候場面很亂 而且那個路面 其實旁邊還有這種 像是石柱的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有攝影記者 其實在當場已經被絆倒了 被絆倒了會危險 然後再加上 因為佳芬姐那時候又要趕行程 她後面還有行程 所以就趕快乾脆就是拉著她 拉著她就這樣 一路的走 一路的走 然後現場還一直跟大家揮手 微笑 打招呼 就像平常的佳芬姐一樣 你看握手 打招呼 很親切 所以他們不是因為很熟才牽手 其實反而是不熟 因為都怕對方 可能這個場面會緊張 所以才主動性的 去把這個手牽起來 這反而是對方 其實是不熟的 擔心 對 然後就覺得說 這個其實是危險 危險 所以當然就是希望說讓她安全 也希望不要讓她耽誤到 下面的行程 所以就趕快就拉著她 然後因為還有 好像看起來 這旁邊還有很多車 所以也還是牽著她 這就是一個 好啦 70幾歲的商圈理事長 他就是很貼心 希望一切安全 他希望說帶著李嘉芬這樣子 他才不會可能撞到 或是說被人群擠到 結果現在變成這樣子 會聲會影的 好像說這男女之間 有什麼樣的牽手情 是 然後嘉芬姐也滿妙的 因為嘉芬姐以為李市長很緊張 她想說李市長可能沒有看過 因為畢竟嘉芬姐有當過議員 對 所以她就覺得 是李市長很緊張 然後再加上也怕她會耽誤行程 所以這個李市長 就趕快就牽著她了 其實這個好像真的也就沒有什麼 來 淑慧 淑慧我們也都看過 那狗仔在跟拍那個 好像就是一億人 我一億人有的時候 他們自己很希望 不要被拍到的時候 反而都躲得遠遠的對不對 我昨天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覺得真是誇張到爆了 因為我覺得特定媒體 媒體也很過分 那個標題就是故意引人去遐想的 像有一個媒體昨天出現在 首頁 雅虎的首頁 他就寫說 李嘉芬實質緊扣 難有人造瘋傳 搶先鋪兩人關係 好像兩人有什麼很奇怪的關係 然後還要特別去寫說 兩人從小就住在永康商圈 因此熟識 好像說這兩個人是青梅竹馬 然後什麼感情很深 可是大家如果去看李嘉芬 或了解李嘉芬 就知道說他是雲林西羅人 他從幼稚園到小學 到國中到高中 都在雲林念 他根本沒有什麼 小時候根本沒有住過永康商圈 所以為什麼要去 所以嘉芬姐說那不是他的鄰居 以前也不認識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心思不正 有邪念歪響的人 你怎麼看人家 你都覺得人家 因為你自己色咪咪的 所以你看別人 都覺得別人色咪咪的嗎 我自己是女生 我在跑行程的時候 有時候遇到一些宮廟的場合 人很多的時候 很擠的時候 主人也會好心的拉著我的手 帶著我說有這便行 這樣 我覺得這是一種保護 因為我們是女生 如果今天是一個男生的話 說不定現場的負責人 他可能也不會有這種保護的動作 難道我們每次被人家拉的時候 就要有色咪咪 幹嘛偷摸我的手嗎 不是這樣 這是一個公開的行程 我覺得已經無所不黑了 他們企圖把韓國瑜全家人 搞得好像男道女艙一樣 男的女都有問題 我只是選一個角 我只是想為台灣服務 如果你們不喜歡他 你們就不要投他 為什麼要這樣糟蹋人家 把人家全家人 抹得黃黃 紅紅 黑黑的 他們有做什麼 做間飯科的事情嗎 憑什麼讓你們這樣子檢驗 這些網友 你們在網路上都不用負責 法律責任 這些媒體寫這種 是是而非的標題 為了要去增點閱率 為了要去增曝光度 我覺得真的是太沒有良心了 今天如果你自己的家人 有人要保護他 牽著他的手說從這邊走 你要不要告他性騷擾嗎 是這樣子嗎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已經 台灣的選風 如果搞到這樣已經過頭了 這真的是大拍小孩大小 那個是一個大庭廣眾之下 現場有多少路人 有多少媒體在拍 如果連這樣子 都要去把他影射成骯髒龜的 我覺得真的 你們自己就真的很骯髒龜